为了让大家提前感受过年气氛 在淡水区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的一楼大厅 由新北市税捐处淡水分处 举办书法名师辉豪捐发票换春联活动 税捐处淡水分处说 今年有别于以往 为了推广云端发票 减少使用纸本发票 提倡环保 特别限定只能捐云端发票 或是申办手机票码 就可以换取大师的春联 而这些发票将会捐出去给弱势团体 希望在送春联的同时 还能集合社会爱心做公益 再过不到一个月 就是传统的农历新年 而为了让大家提前感受过年气氛 在淡水区市民联合服务中心大楼一楼大厅 由新北市税捐处淡水分处 举办书法名师辉豪捐发票 换春联的活动 特别邀请到了知名书法家 唐靖一起来写春联 而活动时间一到 就卸云许多民众 前来将手机上的云端发票捐出 换取一张又一张的精美春联 我们请到了新北市一个知名的书法家 唐金唐老师到我们淡水分处这边来写春联送给大家 那要怎么取得这个春联呢 只要你有云端发票 你只要有云端发票捐赠一张 我们就可以来领取春联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加码 如果再捐一张的话 可以索取我们的呱呱卡 那呱呱卡里面的奖项很丰富 有礼券 然后有前连的礼券 税捐处表示今年有别于以往 为了推广云端发票 减少使用纸本发票 提倡环保 特别限定只能够捐云端发票 或者是新申办手机条码 就可以换取大师的春联 而另外还可以领取呱呱卡 最高有价值6000元的礼券 让捐发票换春联 还能够做工艺是一举两得 而税捐处淡水分处也说 希望在农历年节来到之前 提前为大家感受过年气氛 减碳爱地球 所以我们财政部也特别 近几年都推广了云端发票 这类型的发票 那只要大家下载 要去财政部来申请一个手机条码 就可以储存云端发票 那就可以省掉很多纸张的浪费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的举办 大家一起来环保爱地球 税捐处淡水分处说 这一次邀请到了唐靖老师 也是税捐处书法社团的老师 来为现场民众写春联 只要是民众捐出云端发票一张 或者是新生办手机条码 就可以换取一幅春联 而这些发票将会捐出去给弱势团体 希望在送春联的同时 还能够集合社会爱心做公益 记得许端一战水采访报导